神話故事之中的人跟動物 到底怎麼轉換呢? 馬上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青春愛讀書告訴你 青春愛讀書帶你閱讀全世界 在許許多多的文類裡面 有一種書寫是特別有趣的 也就是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 人變成了動物或是動物變成了人 動物的迷人化或是人 怎麼樣去模擬動物的生活 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位17歲的漫畫家 在網路上發布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漫畫 這個漫畫一發行造成了轟動 它講述的是地球 在歷經了外星人的大屠殺之後 只剩下兩個人活下來 而這兩個人活下來之後 他為了要讓自己想方設法的生存 他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 也就是外星人不知道雞長什麼樣子 所以他們就根據這個文字的敘述 而且外星人對雞也是一知半解 所以就利用這個盲點 他們將許許多多的道具把它裝在身上 這兩個人就裝扮成雞 然後生活在外星人的學校的雞籠裡面 這個漫畫叫《庭院裡的兩隻雞》 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書寫主題 雖然它是以漫畫的形式出現 但是它一發行的時候 就造成了日本社會的轟動 原來人的想像力竟然可以如此的有趣 那人之間跟動物之間的轉換 並不是只有近代才出現的 我們把時間把它拉到古希臘 在奧維德所寫的這個變形記裡面 它轉述了古希臘時代 九神戴耀尼索斯要前往納克碩斯島 但是這個水手它欺騙了這個九神 所以九神就把人變成了海豚 你可以在這個淘氣上面看到人變成海豚的過程 而除了人變成了海豚之外 另外一個在希臘神話裡面也相當著名的 是著名的這個河流大河之神的女兒伊娥 那伊娥以她的盛世美言迷倒了就是宙斯 但是宙斯跟她發生了婚外情之後 又怕自己的老婆發現 所以她就把伊娥變成了牛 變成了牛 那變成了牛之後 那赫拉聽得非常生氣 所以她就變了一隻牛芒去叮咬這一隻牛 那後來這個宙斯也良心過意不去 就跟老婆認錯 認錯之後又把這個牛變回了女神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一個段落 所以人跟動物之間的互換 竟然可以如此的頻繁 但是還有一個是更血腥更恐怖的 當時在古希臘裡面有一個叫阿卡迪亞王國 他的國王叫萊卡翁 他的女兒跟宙斯生下了小孩 但是因為這個國王他不相信宙斯的神力 於是他把自己的外孫剁成了肉醬 然後拿到這個宙斯的前面 那當然宙斯是全人全智 他知道這個人間的國王要做什麼 所以一怒之下就把他變成了狼 這個狼不僅僅是他的外在的形象 也描繪了他的內心 在英語裡面的一個 Lycanthropy 這個字就從萊卡翁的名字變來的 轉化成狼人的能力 你可以看到動物跟人之間的互換 是神話 是傳說 也是文學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母題 為什麼我們人類想要變成動物 而動物的寧人化又會代表什麼樣子的藝術風格 在動物跟人之間的互相轉換 到底我們可以發現人類跟動物之間 有什麼相同還有不同之處嗎 到不了的遠方就透過閱讀來達成吧 下次就按訂閱開啟小鈴鐺 讓青春的愛讀書陪你閱讀全世界